我们看《马太福音》第2章13到23节 这里我们分成三个地方 三个地方来看 第13到15节 第2我们从16节看 看到第18节 第3我们从19到23 对我这样分开了 大家会看见 跟着三种的地理 有三个地理 三个不一样的地方来看 第一个特别有跟埃及有关系的 这个埃及 埃及地 埃及地 这个呢 特别跟什么有关系呢 有一个叫拉玛的对吗 拉玛这个地方 这里呢 特别有一个地方叫拿沙勒 拿沙勒 这边好像 再写多一次 拿沙勒 再写多一次 好 来 拿沙勒 人 耶稣 对吗 特别这个三个地方呢 都是有先知应验的那个地方 就应验先知 应验先知 先知的应验 应验先知所说的 有好几次 遇 就是说到这些 所以各位 有时候 我们看圣经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 读一篇经文 我们知道 这十三到二十三节 都是上帝的一个保护 也知道上帝的一个慈爱 但是有时候 我们必须要了解背景 也了解这个先知所说的话 第一个是讲到 和西亚书 十一章一节这里说的 这里呢 是讲到耶利米先知的 耶利米先知 第三十一章十五节的 十五节 这里呢 圣经没有记载 但是说这是应验先知的话 OK 等下我们都会来看 那我们回到这个地方来看呢 这个是有一个 叫我们体会也明白 上帝的这个意思 那我们先读这几个经文 时间的关系我们看 他们去后 有主的使者向约瑟梦中显现 说起来 带着小孩子同他母亲逃往埃及 住在那里 等我吩咐你 因为西律必寻找小孩子 要除灭他 所以这个 我们看这个经文奇妙 第一个是 这里说带着小孩子同他母亲 所以先讲这个孩子 然后才讲母亲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孩子是那个主角 各位 我们想到埃及的时候 想到什么呢 有没有人可以回答 我们想到埃及的时候 就想到整个出埃及记 对不对 出埃及记那里发生什么事呢 就是以色列民被捆绑的地方 对吗 奇妙以前这个埃及呢 是一个被奴隶 被困住的那个地方 对不对 捆绑的这个地方 有一个被压迫的一个地方 也很奇妙 对不对 有一个压迫 成为奴隶 各种各样不公义的地方 就是在埃及里面的 所以也是可以说是 以色列的一个敌人 常常跟以色列人敌对的 就是埃及 他也是一个大帝国 好几百年在那个地方 以色列人呢 在那里很辛苦 各位 各位有没有发现 那为什么 很奇妙 为什么上帝叫 约瑟 儿子 还有玛利亚 去到这个埃及地呢 这个地方 反而成为了 一个避难所 避难的地方 避难的地方 避难所的地方 各位 那时候呢 其实在这个埃及地 有一些历史 埃及地呢 那时候 有这个亚利三大 大家知道亚利三大 以色列被这个巴比伦 被这个波斯马带占领 对不对 那时候有这个大帝国 过后就是希腊了 希腊那个时候呢 是圣经没有写太多的 那个时间 那希腊的时候 亚利三大就起来 亚利三大 他是才几岁 二十多岁 他就攻下 几乎全世界了 那时候的全世界 大家可以想象 在欧洲那里 从希腊那里 埃及中东那里 达到这个印度那里去 所以他的统治非常的大 那时候呢 他就在埃及设定了一个地方 叫Alesandria 这个原来这个城市在埃及 这个他呢 是特别设立这个地方 为了犹太人的地方住的 原来上帝早就预备了这个地方 原来那时候呢 他就说 那个地方 犹太人能够随意居住 好像是去年对吗 我们也听说有一些的基督徒 他们是埃及的基督徒 对不对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报纸 他们特别埃及的这个基督徒 比较古老的 但是他们持续到现在有信住的 他们受逼迫 其实这些基督徒也在哪个地方 那犹太人在这个埃及的那个城市 Alesandria 是这个亚利山大 他也用自己的名字来去 他在这个地方呢 所以已经有好多的犹太人在那里居住了 在这个新约跟旧约之间呢 有就是希腊 甚至当然统治了整个地方 对不对 甚至以色列也有 有时候呢 这个地方反而被这个希腊欺负 以色列被希腊欺负 那时候被欺负的时候 他们压迫他们 所以大家有没有听说这个 这个 马加比家族 马加比 麦克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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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大家可以搜索的 这个是犹太人的一个 他们一个家族叫麦克兵 就是马加比的家族他们起义 他们影响很多人 然后就组成一群了 他们要反抗这些希腊人 他们到一个地步他们成功了 因为那时候犹太人被压迫 也甚至被欺负 甚至好像孩子啊 被抢 丢从那个高山上丢下来啊 一种的欺负 然后被逼的 这个犹太人呢 跟外邦人结婚这种事情 也发生 有很多的那种 那个旧约里面的迪基督 也是爱这个希腊的 各位 那时候有这个事情 那这些人呢 起义的时候 当然希腊是不罢休了 所以有很多被逼 他们也有很多犹太人也逃避 这个 这个 以色列地 那他们逃避的时候 逃到哪里去呢 也是这个埃及地啊 所以这个埃及地呢 是一个很奇妙的地方 那 这个埃及地 我们继续看哦 等我吩咐它 因为希腊必寻找小孩子 要除灭它 那 各位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大概了解了 十四节 约瑟就起来 夜间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 往埃及去 所以约瑟他就顺服了 所以这个 各位没有想过 埃及呢 也可以说是在以色列的外面 好像一个旷野这样 很多时候我们圣徒呢 就是在世界里面 被逼的 有时候不得不要工作 工作里面还有很多的要求 我们虽然信神 但是很多时候 有受到很多的压力 然后那时候我们非常想要的 就是有一个聚会 有一个独处的地方 有一个祷告之处 各位有没有 我们那时候讲到启示录的时候 说到我们信徒 是要逃到旷野去的 对不对 逃到旷野去 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 每一天每一天生活的时候 我们不要忘记 原来我们是属于上帝的 我们有圣灵 这个圣灵呢 在我们生命里面是有 但是如果我们不关注 不恢复的时候 我们甚至会忘记他 然后甚至会眼瞎 然后甚至会麻木他的感动 所以我们常常是要逃到这个埃及 逃到这个旷野去 但这个埃及呢 也是被逼要去的这个地方来的 各位没有发现 去那里做什么呢 一个避难所 不得不在那里呢 要预备心 要征战 征战之前要预备心 祷告 得能力装备自己 其实换一句话说 在埃及的这个城市呢 这个亚历 亚历 这个地方 大家有没有看 这些犹太人啊 在那个地方 他们都带着什么心情去 好像是自己的家 但是不是自己的家 他们逃避 好像去那里居住 但是是 原来是一个捆绑他们的地方 原来有这个历史 对不对 但是现在他们在那个地方 得到安慰 得到力量 得到安数的 得到一个避难所的这个地方 那我们看 这个第四五节 所以这个也可以说 旷野 旷野 旷野的地方 这些字也 大家写下来就好 今天没有太多的点 但是这些旷野 这些字 但是大家思考 那第十五节 住在那里 直到西律死了 这是要应验主界先知所说的话 说 我从埃及 招出我的儿子来 那各位 可能这时候 希腊呢 那是 希律王呢 希律王 是 差不多在可能 VC4的时候 他就去世了 各位 这些要应验 对不对 要应验主界先知所说的话 各位 然后这个 和西亚书 十一章一节 各位 这本书呢 如果大家读的话 大家如果不流泪的话 不是基督徒 和西亚书 和西亚先知 他是讲的一个先知书呢 如果大家翻开这个和西亚书 十一章一节 他就会想 这个经文跟这个议员有什么关系啊 这个经文都没有讲到什么 关于弥赛亚的事 那为什么讲到这个和西亚书十一章一节呢 这里我给大家一个预表 给大家知道一件事情 各位 我们是不是上帝的儿子 是不是啊 我们是不是上帝的儿女 各位 以色列人 他们在埃及的时候 是不是神的儿子 圣经有说过 出埃及记四章二十二节 你要对法老说 耶和华这样说 以色列是我的儿子 我的长子 这是出埃及记 出埃及记四章二十二节说的 以色列是我的儿子 我的长子 各位 我们要了解耶稣基督 要了解我们自己的生平 我们要了解整个旧约里面的那个真意的话 我们要回到这个地方里面去 各位 和西亚书呢 这里说 以色列年幼的时候 我爱他 就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 以色列 和西亚书十一节 十一章继续下去那里 继续说的是什么呢 他怎样成为奴隶 怎样被掳 有很多的罪 很多讲 各位 和西亚书呢 这个先知是讲的 他是原来是一个先知 但是 上帝叫他娶一个 在罪里面 在情欲里面的一个太太 对不对 他是一个妓女 上帝叫这个和西亚去娶她 追求她 然后叫她能够喜欢她 但是喜欢了过后呢 伸出孩子不是她的孩子 好多次讲 所以她在罪中 这个姐妹原来在罪中 这个姐妹是谁呢 预表谁呢 为什么上帝叫和西亚去爱这个姐妹呢 原来和西亚代表了神 耶和华本身 然后这个姐妹呢 这个妓女代表了以色列 以色列 所以 这个是一个 大家如果没有这样读的话 这样读的时候 然后就只有读保护 然后这样读就没有什么感触了 各位读的时候呢 各位想 那时候是在什么的情况 和西亚先知那种的很悲惨的光景 上帝那时候生出这个儿子 他却在埃及地里面被玩弄 然后甚至不想要上帝的 习惯到不想上帝的那个时候 所以他是很痛苦的 谁很痛苦 我再说一次 耶和华上帝非常的痛苦 他爱我们 所以他也是心意痛苦 各位 我们有时候在软弱之中的时候 我们要想 上帝教我们 我从埃及地里面 呼召你出来 就从埃及呼出我的那个儿子 各位要想 那时候 我们软弱 对 我们软弱 但是上帝在痛苦之中 呼召我们的 各位要了解这件事情 所以耶稣基督他身为弥赛亚 他也是神的儿子 对不对 但是他因为是神的儿子 所以他不得不要经过 跟每一个神的儿子一样的事情 这是一个预表来的 预表 这种预表呢 预表中的预言 没有好像特地指定是弥赛亚的 原来是整本圣经 这是旧约里面常常用的预言的方法 这个预言不是指向什么事情 特别好像一定是讲这个弥赛亚还是什么 有很多预言是这样 但是不一定每个 但是如果你是神的儿子 如果你真的爱你的选民 如果你是真的属于神的话 你一定会经过 如果你没有经过 你怎么样算你自己重生呢 如果你没有经过的话 你怎么说你自己是神的儿子 你没有经过的话 你怎么能够说佩德 就是在十字架上死 然后你的罪能够赦免 赦罪之恩 能够领导我们大家 如果我们没有得到这样的一个恩惠 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感动 这个经过的话 我们怎么能够确认我们是神的儿女 各位 各位要了解这个事情 我们得圣灵的感动 我们得圣灵的感动 是借着神的话来的 这个神的话呢 神的真理呢 不需要你很多情绪 不需要你很多情绪的发动 要找出那个情绪 找出那个感动 要怎样的 有那个毛孔站啊 这些的那种感觉 你才可以感觉到上帝与你亲近 不需要 当你认识你的背景的时候 原来你以前是在埃及里面的 各位 这个希律王 是要杀这个婴孩 要杀这个婴孩 要杀这个婴孩的时候 他是预表谁啊 原来他是预表这个法老王 这个西律王 这个西律王 他是预表这个法老 这个法老王呢 预表谁呢 预表这个 这个 撒旦 撒旦魔鬼 各位如果看这个《启示录》 十二章 四到六节的时候 有个女孩子 她要生出一个孩子来 这个孩子呢 是要用铁杖 挟管 全世界的 这个原来是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 那个撒旦 那个龙呢 在什么时候呢 在那个地方等 一直等 等他一生出来之后 要把他吃掉 这个意思 要把他吃掉 原来这里是要讲 这个西律王 这个法老这些的 法老一直抓住 以色列名 这个法老呢 这个以色列呢 这个西律王呢 这个撒旦魔鬼 撒旦魔鬼呢 用逼迫 逼迫这个我们都可以了解 用逼迫 压迫 努力 但是 西律也好 法老也好 撒旦也好 他又用另外一种东西来 捆绑我们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叫罪 这个叫罪 法老跟罪不能够分开 撒旦跟罪没有办法分开 以神隔绝的 不信 不能够分开的 原来 这个他们用什么东西来逼迫耶稣基督呢 用罪 这个罪的那个情欲 这个爱世界的这个欲望 对不对 那个不信神的 要妥协的这个地方 总是讲这个地方 各位 讲到这个和西亚县市的时候呢 上帝还是说 痛哭的 流泪的 要挽回自己的孩子来 要挽回他 如自己的妻子一样 虽然这个妻子呢 三番四次的背叛他 但是一直要找回他 各位 我们要 我们在祷告 有时候我们在软弱里面 我们认罪 还是我们有一点不太对 我们需要心灵里面 洁净 要悔改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想到这个地步的 上帝三番四次的爱我们 给我们那个恩惠 帮助我们 然后用他何等大的一个恩典 何等大的一个爱 来寻找我们 这样子 来得着我们 虽然我们悖逆 虽然我们离弃 对不对 这个埃及呢 这个埃及这个地方呢 是一个非常羞辱的这个地方 对不对 有很多的羞辱感 很多罪 很多不顺服的记号在那里 对吗 但是现在呢 它要成为这个问题当中里头 原来答案就在哪里 答案就在哪里 所以很奇妙 主 就是马太福音第二章的时候 上帝的话说 叫我们 叫这个约瑟带着儿子同他母亲 逃往这个埃及 叫他这个地方呢 原来是一个羞耻感的这个地方 反而找到安慰 找到爱 找回原来上帝爱他的地方 爱他的地方 原来上帝在创立世界以前 就爱我们了 爱我们了 我们承认我们基督圣命堂 有时候讲分享的时候 太多体贴人 太多要安慰人 要讲爱 要讲恩典 对不对 我们常常是这样的 有人就很内疚 来到聚会 每次讲自己软弱的时候 我们马上呢 我们第一句话就是要安慰他 要跟他确认 要鼓励他 我们每次这样做 我们比较少 所以你要面对咯 所以你要积极一点咯 有时候我们也需要 但是呢 我们生命堂常常比较多讲 因为上帝本身是爱 上帝原来是爱 上帝原来就是恩典 原来就是恩惠的神 出埃及记还没有给他们 律略典章的时候 实戒的时候 上帝是先救以色列人的 先称他们为自己的儿子 先称他们为儿子 救他们出来的那位神 所以 但是他要讲究呢 用自己的命 所以耶稣基督 他代表这个儿子 这个长子 他也必定要经过 必定要经过埃及 这个是很奇妙的地方 所以 我们有时候 甚至有一个 我曾经听过一个牧师 他说 可能在末日里面 甚至在埃及 埃及可能会归向上帝 很多会归向 然后成为一个很大的祝福 埃及原来是抵挡以色列的 但是可能到最后 可能会成为一个很大的祝福 愚民的一个国家 所以 很多时候我们用这种方法 我们来明白的 所以 刚才我读到哪里 所以 第十五节 谁住在那里 直到希律死了 是要应验 我从埃及 招出我的儿子来 各位 这里告诉我们 上帝 为以色列人 要赎回祂的子民 如同在一个儿子 他是被捆绑之下 各位 所以 有时候我们不明白这句话 我们明白一下 当你有一个孩子 各位有没有孩子 各位你有孩子 你会明白这个事情 你有孩子 你要把他在基督信仰里面带打 但是有时候他不太明白基督信仰 不太明白神的爱 那时候你痛不痛 不是用打可以改 不是用教导可以改 对不对 各位会明白这个意思吗 有时候 教了又教 为他祷告又祷告 不能够改 不能改就是不能改 没有办法变 各位孩子的教育里面 特别主日学 特别要教他们认识上帝 有重生的生命 这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 如果你做父母 做长辈 没有一个好榜样给他们看 用你的全部的命来牺牲 来敬畏上帝 可能他们不会了解的 不会了解一个信仰的 我听过有一个故事 有一个故事 很多人他们在他们主日应该去 就教会 但是很多基督徒没有办法去 特别有两个代表人物 他们去教会 但是他们忍着 老板叫他们不要星期天去 星期六崇拜还是什么 不要去 他们偏偏要去 偏偏要去 孩子都看见 但是这个两个有代表性的 有一个就是 他去 但是他们的孩子 最后还是离开神 但是有一个 他就继续去崇拜 他儿子 蒙恩起来 所以这个两个呢 就很奇怪 这个 他这么辛苦 不要去 然后 不要去上班 就是去那个崇拜 这些 但是为什么他的儿子不长进 不能够蒙恩呢 我们好好看那个两个人的生命 我们就会知道 有个大差别 每一次呢 这个去的时候回来呢 就埋怨 又要服侍神 又要去崇拜 去崇拜呢 又这么辛苦 所以又要拿出来 又要付出 总是这样 所以孩子们看到的时候 他们的感受是这样 孩子是可以闻到的 去教会 去崇拜这个东西 服侍教会 这么的辛苦才不要 他们心里面都知道了 这种东西 另外一个呢 另外一个呢 他是去崇拜的时候 他参加聚会的时候 服侍主的时候 虽然是要用力 你要给主用 你要对神有信心 哪里没有难处的 如果你做一次 当然你可以领受恩惠是有 但是如果你长久 经过时间的考验 难道哪里没有 有时候呢 就是心情不好 然后有时候情绪不对 来教会的时候 没有感动还是去 哪里没有这种事 对不对 你继续来教会 继续去聚会的时候 一定有时候 你感受到那种 很难继续再去 再经过这样的事情 对不对 一定有的 因为我们继续每个星期做的时候 我们都会感觉到 那个经过 要路途谣言 然后来参加聚会 对不对 有时候那个信息可能有点闷 有时候信息不能够达到 有 有 有时候跟自己之间 本来是应该得到力量的 反正拿着我的力量 哎呀 这样 有 我也有 大家都有 对不对 但是这个第二个父亲呢 他这样呢 他这样子 他去的时候呢 很想去 甚至遇到挫败难处呢 他感受到 这个是为主的舍己 这是值得的 这是值得的 这个是有冠冕的 这是有冠冕的 所以孩子看见的时候 他发现一定有一个背后有一个价值 很奇妙的价值在背后 这个跟教会没有关系 对不对 你去哪一个教会没有关系 这是跟那个父亲跟那个母亲的 生命有关系的 他带着什么心情去 带着什么的心态去 带着什么的祷告去 孩子们看到的时候 都会感觉到 这个价值 这个神是 我要遇见 我父亲母亲所遇见的这个神 他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应该要 应该要 埋怨的不埋怨 有很多的不公义的这个事情 反而 反而父母亲觉得说 这是荣耀 什么一回事啊 世界的人搞不懂 但是孩子看到的时候 所以才蒙恩 对不对 过后是蒙恩 这种超自然重生的事情是 没有办法教的 教是可以教 但是父母 他们尊敬的人 他们所看到的 孩子会跟 孩子会懂 然后叫他们被激动来寻找的 这个事情是 会印在他们的心上 他们找不到的时候 他们埋怨的时候 他们会想回去 他父亲 母亲所做的那种事 我讲这个为什么呢 我讲这个告诉大家 各位 我们想到神的爱 这个爱不是一个感觉来的 这个爱是一个关系 蛮长的关系 上帝怎样救我们 但我们全生命 全一生里面还 也 不会还清的 甚至这样 但是又不是讲要还 又不是说我怕神 所以来到神的面前 又不可以这样说 我不是怕 所以来到神的面前的 或是爱 爱神 但是爱里面有一个敬畏 如果没有一个敬畏 没有一个负担 我怎样能够说是爱于主呢 所以世人都知道 所以非信徒 非信徒可不可以辨别 到底基督徒哪一个是真信 哪一个是假信 我相信可以 连非基督徒都可以看见 一个基督徒有没有真的信 还是假的信 这个看得出的 这是看得出的 所以如果没有这个撒旦魔鬼 如果没有埃及这个地方 怎么能够看出这个重生呢 如果耶稣基督没有经过这个呢 怎么能够说他是基督呢 对不对 一个君王不一定要经过这个埃及 他一定要了解 自己的子民所经过的事是什么 对不对 当然有很多毁谤的话 你经过埃及 这个埃及什么地方 一定有很多的那种偶像 一定有很多那种非法的那种 这个物思的那个地方 甚至犹太人现在要攻击基督信仰的时候 他就说 你知道为什么耶稣基督会行神迹吗 因为他去埃及 埃及学的 那里学到很多魔术 所以他回来的时候 他可以变魔术 能够医病赶鬼这样 这犹太人去去 甚至有这样的一个 他们的那些字典 他们的智慧的那个点 字典 甚至这样说 说耶稣基督这样 因为他们不信耶稣基督 所以 甚至去 甚至讲这件事情 所以各位 有时候我们经过问题 我们甚至看起来会被毁谤 但是不是 我们要知道 这个有一个故事 我们不要让 不要因为我们的过去 因为我们所做的 因为我们的软弱 叫撒旦魔鬼 吃掉我们 反正因为我们的问题 如果在问题里面我们得意志 如果是问题里面我们得重生 我们明白主的爱 明白主的死而复活的话 明白我是当受的是要恢复 如果是要恢复 与神之间的那种关系 那个真实的关系的话 那OK 不用怕 神知道就好 甚至你会这样说的 对不对 神是活着的 神明白我 16节我们看 16节 希律见自己被博士愚弄 就大大发怒 差人将玻利横沉离 并示尽所有的男孩 照着他向博士仔细查问的时候 凡两岁以礼的都杀尽了 所以这个希律非常非常的 就是被骗的时候呢 他就非常的大大怒了 他是大怒到一个地步 他无法控制自己 有时候我们有没有生气的时候 没有办法控制自己过 我相信希律他应该是知道 自己发怒 但是他不要 他不要控制自己 他不想管 他发怒就给他怒气发 对不对 各位 我不要想他这样 各位有没有发现 他发令的时候呢 有很多的军队 每一个家去 看到有母亲的 抱着孩子的 可能那时候再给他们喂奶 抓 抓 然后呢 把那个孩子抢过来 然后把刀刺下去 知道他死 然后一家一家这样去 这是何等残忍的事 可能耶稣基督那时候 如果算起来可能六个月大吧 但是为什么要到两年呢 他要 他就是太发怒了 然后他非常的邪恶 他一定要安 他一定要安 这个世界里面的安慰 得到安全感 就是用这样的方法 来这样做 各位想 不只是玻璃横 不是玻璃横 其实玻璃横是 祭司长文士们 都说嘛 只有玻璃横 但是玻璃横 还有四季 全部的城市都杀 甚至这样 非常的邪恶 无可想象的 十七节 那就应验先知耶利米的话说 在拉玛听见号召大声的声音 是拉结哭他儿女 不肯受安慰 因为他们都不在了 各位 这个我们可以看这个耶利米 三十一十五节 这个拉玛是什么地方呢 如果大家懂那个地理的话 看那个地理的话 其实北以色列 还有南犹大的那个边界 就是拉玛了 拉玛的意思也是说 一个高地 但是我觉得用这个方法看也可以 这个北以色列跟这个南犹大 这个地方呢 在这个列王纪上 王纪上那里 十五章十七节 这里有说到 其实 这个拉玛这个地方是在那个边界 但是拉玛呢 是很特别的一个地方 它是一个 就是召集每个以色列人 北以色列也好 南犹大也好 然后在那个地方要逐取 驱逐出境的一个地方 就是外邦人 国家要来 要拿掉 要叫他们被掳 灭亡的那个地方 据据点 就是在那个地方呢 离开 好像是那个离开以色列的那个地方 就是你不会再见你自己的家了 就是要被掳了 那个地方来的 那个地方呢 是常常很多哭声的地方 为什么讲到拉杰呢 这个拉杰 各位拉杰呢 是雅各 就是以色列的最亲爱的太太 也可以说拉杰就是他太太的 虽然雅各有四个太太 对不对 对不对 有丽雅还有她的 仆悲 对不对 还有这个拉杰和仆悲 但是这个拉杰原来是以雅各所爱的 原来他是真的 那他才是他真的妻子 那这个妻子呢 他生了两个孩子 一个叫约瑟 一个叫辩亚敏 约瑟呢 生两个孩子 一个是以法连 马那西 北以色列常常被称为以法连 这个辩亚敏呢 他也生 辩亚敏是代表 他是去到南 南部 他是跟犹大一起的 所以拉杰好像这样 站在这个拉玛 哭 一个在北 一个在南部 所以他哭 为什么哭呢 这个哭呢 有很多的意思 这哭 为什么哭呢 因为还怎么被杀 这个被残忍的这个事 对吧 但是大家想 为什么会有这么残忍的这个事呢 一定有一些管教的事情 什么管教呢 因为以色列人拒绝了弥赛亚 各位 这个是一个预表来的 各位 我们有没有 有时候不听 不能悔改 不能听 不能悔改 不能够挽回 那种时候呢 我们要谨慎这些事情 耶利米书31章15节 耶利米书就是要讲这个的 那时候 北以色列已经 完了 灭绝了 圣南犹大 那时候这个南犹大呢 在这个 耶利米先知那里 远 南犹大 南犹大 为什么你们不听神的话 为什么不听神的话 你知道有敌人来了 要吃掉他们 他们还是很多不公义的地方 拜偶像的地方 然后他们的先知们说 没问题 你不要只有看问题 问题当中有恩典 那时候的先知是这样讲 假先知是继续这样讲 但是那时候呢 耶利米先知看到一件事情 他们听不了神的话了 他们听太多了 有没有 大家有没有遇到这样的基督徒故啊 听神的话 听多了 听到一个地步呢 听不尽了 没有感动了 听的时候呢 哎呀这个我知道 听的时候呢 我知道了 这是上帝会有恩典的啦 上帝会明白的啦 上帝会理解我的 我的处境 上帝都是给恩典的神 这个没有错 但是他听的时候呢 心已经不改了 不改了 不听了 不听 不能听 神的话 不是不听 不能听进去了 不能听进去 也不能悔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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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悔改不是这样的 悔改 不能悔改 所以必要被罗的事情 必要被罗 各位这个是 你想一想 耶利米先知 他是以色列人 他向着自己的百姓 自己的国土 预言 你们会被罗 为什么你们不听 你们会被罗的 他讲的时候 何等伤心啊 好像是讲自己的家 你们会完蛋啊 你们会灭亡啊 所以一面讲的是一面哭的 但是他知道 他是知道 没有办法避免的事情 因为讲了 他们都知道了神的话 明白了神的话 他们有律法书 他们是他们心里已经 心蒙直游了 已经没有办法听进去了 耶稣基督来的时候 以色列人就是这样的一个样子 各位 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样子 各位 我们要谨慎的 要谨慎的 当代教会 很多的信徒 已经甚至这样的一个地步了 很奇怪 新信徒呢 来教会的时候很火热 但是很火热的时候 他们学的是服事 他们所领受的教导呢 一个又一个 一个又一个的时候 有一天老基督徒变成老油条 这个老油条呢 变成怎样呢 听神的话听不尽了 听了神的话听不尽了 所以耶利米先知啊 不得不要讲审判的信息 审判 审判的信息 审判的信息 所以这个审判的信息不是说你要讲就可以讲的 因为审判的信息很容易讲 你要讲一个人 你要责备一个人 其实你看对错 你马上可以讲的 但是这个审判的信息不是在控告人的 这个审判的信息是要叫人个醒过来的 对不对 当然有很多的控告可能会有 但是这个时候呢 可能以色列人会觉得说 耶利米先知啊 你不要一直控告咧 控告 控告 这个控告啊 难道上帝不是爱吗 为什么你继续讲控告人的话 为什么你继续讲责备人的话 所以有些假先知起来 上帝不愿意控告 上帝是爱 会有恩典的 上帝会把这个仇敌会挪走的 但是他们讲的时候呢 不讲 不讲尽那个心灵里面的事情 不讲尽他们需要罪得赦 需要这个罪得悔改的事情 各位 我们看我们的家人 为什么明天的信息要讲这个主题 明天的信息的主题是 我们要祷告我们的家庭 祷告到一个地步 他们能够恢复一个有次序 有一个蒙恩的一个地方 到他们心灵里面能够肥沃 他们能够悔改 各位理解这个意思吗 为什么人不能够悔改 我讲的悔改不是说 要怎么样的说sorry这样 不是这个 要讲道歉 不是这个 是对神的 对神的 为什么心中里面不能够受感动 就是这个的问题 所以耶利米现在不得不要讲审判的信息 所以 为什么呢 因为文士法利撒人 我刚才说的 文士法利撒人 他们心里面呢 听到了弥赛亚来 也来了 心中里面也觉得好像没什么意思 也没什么 他们还要看 他们没有像西面 没有像亚拿 对不对 一直等待等待 看到的时候这么的喜乐 他们不相信 原来这个弥赛亚是要解决人里面 心中里面最重要的那个问题 就是心里面不能听了 不能够悔改了 的这个事情 各位我们 这个时代的基督徒的问题在哪里 不是其他的问题 就这个的问题 心灵 已经不受感动的问题 所以上帝不得不要叫 这个被掳的事情 管教有发生 基督徒被管教的时候 也很多不知道为什么管教领导他们 其实 不知道 所以不得不要管教来 所以 哭 哭 哭有一个理由 但是如果大家看 耶利米书 31章 16跟17节的时候 耶利米书 31章 16 17 继续读的时候 大家会看见 其实上帝这样说 耶利米书说 你禁止声音不要哀哭 禁止眼目不要流泪 因为你所做之工必有赏赐 他们必从敌国归回 17节 你末后必有指望 你的儿女必回到自己的境界 这是70年后 70年后 所以这个 这个 16到18节也有这个意思 但是 你们哭 这个是可能开始的时候有点痛苦 但是 你们忍一下 你们不要继续哭而已 如果你们经过这个审判的时候 你经过这个痛苦 大有安慰 大有赏赐临到你 你心中受审判 心中苏醒的时候 你会知道有救恩必定会临到你 这个意思 所以 所以15节 那个33章 耶利米书33章15节 那里就突然间预表 预言这个弥赛亚出来了 33章15节这里说 大卫公义的苗义长起来 就是预表这个弥赛亚当 特别在耶利米先之书里面 很多都是很悲惨的话里面 耶利米书30到33章 非常多安慰的话 告诉我们 安慰不是现在 将来 我们必定要经过 如果不经过的话 我们不知道我们所得的是什么 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要成圣的是什么 我们不知道我们所得的那个救恩 还有所要传的福音 是多么的尊贵 多么的能够祝福到心中里面 心灵里面破碎需要的人 什么叫困苦流离的人 如果他们不知道困苦流离 他们怎么能够认识这个耶稣基督呢 所以有时候我们祷告一个人 我们传福音给一个人 不是只有传好信息 也不是传 你要如果不是信耶稣 上天堂就是不信就是下地 也不是这个的 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要看的 人的程度在哪里 人听福音的时候在哪里了 在哪里 他们是听的时候呢 心是怎样的一个反应 怎样的一个反应 所以各位 这个审判的信息容易不容易讲 好不容易 不容易讲的 大家要为我祷告 如果大家有听 刚刚过去在新加坡讲的 星期二的 朱牧师讲的道的时候 他也请大家为他祷告 因为 在幕后的时代也好 在我们当代的这个时代也好 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心灵 处在什么光景 我们心灵一直在论断人 然后呢 很奇怪 我们心灵又听不到神的话 受感动 各位有没有发现这个事情 所以我们不能够安静 我们也不能够祷告 我们也不能够感恩 我不是说你 我也不是说我 我是说当代是这样 很奇妙的 一个运作 一个不冷不冷的一个风气 得到了恩典 过后呢 就失去了 所以不得不要讲这个审判 这个审判的信息呢 是神的护照来的 神的护照 但是这个要讲 我跟你讲 这个可以模仿 很容易讲 但是属灵人 你要讲成 真的能够打动 你被神呼召 良心不受责备 但是哭着 也甚至为这个时代 来祷告的 叫圣灵有另外一个果来 一定要讲审判的信息 这个是免不了 我不是说每次都讲审判 我不是这个意思 但是我是说 这个审判的信息免不了 不能够不讲 如果不讲的话 人不能够苏醒过来 我们的心也没有办法 苏醒过来 有时候我们经过这样 的时候 我们反而靠近主 各位有没有这样经过 经过这个时候 我们靠近主 那时候 为主所赐的那个脏 那个干 好像打我屁股的 打我们屁股的 打我们的那个脏 那个干 为这个东西 我们感谢 好像心中里面 谢谢主 感谢主 你的管教 你的责备有功效 我明白你的爱 你是要爱我 真的要爱我 所以 但是我们可以填着 我们必定过后会有死吧 所以十五十六十七节 这里这样说 会好起来 会好起来 因为福音必定会传 然后愚民必定会有 然后必定会有得胜 十九节我们看 最后了 西利死了 西利死了以后 有主的死者在埃及向 约瑟梦中显现说 起来 但是这个西利王 他是很悲惨的一个死 大家可以去找 但是他是很严重的病症 然后甚至是好像身体里面有很多的毒 甚至有虫 甚至有虫 在这个很悲惨的一个病 在他里面 不管怎样的喜 不管什么的医生也没有办法医了 他是因这个东西大大被惩罚 所以二十节起来 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 往以色列去 因为要害小孩子的性命的人 已经死了 有时候要害我们的人 害基督徒的人 会有 有时候我们有一点 就是不公义 临到我们基督徒 但是大家要知道 上帝是掌权者 祂会照着人所行的 信徒也好 非信徒也好 照着他们所行的 会审判他们的 今世也会 大家不要以为他们没有啊 没有啊 不会 上帝一定会审判他们的 这是圣经里面的话 罗马书二章特别的那样讲的 然后这里也这样说 因为要害小孩子的性命的人 这个人其实是多人的意思 所以不只是一个悉利 有好多人要这个孩子 那 约瑟救起来把小孩子和他母亲 带到以色列去 可能 约瑟那时候应该要去耶路撒的玻璃河 因为那时候 应该找一个地方 可能那时候是 如果耶稣基督要做王 要做弥赛亚 在南部会比较好 也比较有知名度 但是怎样说呢 二十二节 只因听见亚基老 借着他父亲西律做了犹太王 就怕往那里去 又在梦中被神主指示 便往加利利境内去了 这个儿子是谁呢 其实西律有生两个儿子 然后做整个以色列的一个 这个governor 这样 这个南部呢 是这个亚基老 亚基老 北呢 北部就是安提帕 这样 这个 这个亚基 这个 这个南部的这个亚基老呢 是出了名的一个坏蛋来的 甚至比他的父亲还要坏 怎样说呢 西律本来是要在这个圣殿里面造一个大老印 这个大老印是 为了要讨好这个罗马 但是如果这样做的话 犹太人 就是这个是好像放一个偶像在他们的圣殿那里嘛 所以很多人反对 特别有两个犹太老是起来反对 然后起义 但是这个 亚基老在这个西律王后 把这些起义的犹太人 三千个杀掉 他是这样厉害 这样凶恶的人 所以 约瑟他怕 怕了 我还是不要去 然后也在梦中里面 被天使的梦 就死 所以换句话说 约瑟 他有一个良知 他感觉到有一个危险 还是不要去 但是这个良知 这个感觉 可能是圣灵感动 但是要印证 所以 天使给他印证好几次 所以他印证这个印证那个 所以查验了 去 所以各位 我们信徒也是一样 我们信徒们 有时候 圣灵的感动 接着两种会来的 一种是 确认过后来 另外一种是确认之前也会来 但是无论怎样我们要确认 对不对 但是两个都需要有的 各位 我们得圣灵的感动 信约的时候 我们不要那么的局限自己 说 我们得了神的感动 然后 有神的话 然后我才有感动 不一定 有时候你会感觉 这个平安不平安的这个地方 你要多操练 多有这个领受 这个是 因为主与我们同在 而且如果你是确认你是爱主 想跟从主 所以主会指示你的 好像约瑟玛利亚这样 上帝特别差派天使 向他们显现 各位这个是在 这个是怎样发生的 所以各位 如果我们跟神 亲近的时候 与神同行 我们跟祂不是只是做工 我们是跟着祂 读经也好 祷告也好 我们继续跟着祂的时候 祂给我们的感动 我们都有这个胆量 甚至有这个确据 是不是从神来的 是不是神要告诉我 说什么话呢 所以再靠近神 再跟几个人确认 查一下 这个是有的 所以各位 我们不要把这个东西抹杀掉 圣灵 我们要得圣灵 我们要靠圣灵 靠圣灵这个意思 所以这里常常这样说 靠圣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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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确认 靠圣灵 我们不要摸杂 然后这里就说 到了一个城 名叫拿撒勒 就住在那里 这是要应验先知所说的 他将称为拿撒勒人的话了 各位 如果大家要读圣经的话 犹太老师在师父音书也是这样说 哪里有弥撒雅从这个拿撒勒出现呢 这样说 其实他们也没有错了 如果大家翻旧约 去找这个拿撒勒 跟这个弥撒雅 找不到的 为什么马太作者会写说 这是要应验先知所说的拿撒勒呢 所以很奇怪对不对 我们这里有一个谜 但是其实很简单来讲 先知是谁呢 就是马太本身 马太自己是先知 也可以说 旧约里面 其实有好多话 在圣经里面 没有 很多事情我们不懂 其实都有 我再说一次 各位有很多事情 很多真理 在圣经里面单单靠神的话 是不能得的 我不是要减掉圣经的主权 但是你们这里可能会觉得说 我圣经都没有读完 男女跟我说 还有很多东西要学 这个不是这个意思 我告诉大家 圣经的确是全备的 已经是完整的 但是你要认识圣经 你要认识圣经的话 你单单读圣经的话 你也会解释成自己的话 各位理解这个意思吗 有时候你看圣经 你也会读成自己的意思 甚至你读经这个经文 跟另外一个经文来偏来偏去 你会读出自己的东西出来的 最近在全世界里面就发生这样的事了 就是有极端 就是不太正统的福音派 他们用经文 上下文 旧约新约 全部来讲 护教也有 但是讲的时候没有圣经里面的系统 那个圣经里面的味道 还有历史历代 上帝在先知使徒 还有教会的 过去的 就是为真理奔波的 那些人的那个心灵里面的事 来懂的 我们现在在中国 我们现在刚刚好 这个小小 他刚刚从中国来到我们家 这里住了昨天 然后他一来的时候 他就说 他去大陆的几个地方探访 他有一些东西说 他说 我去到这个地方呢 我感受到他们是领受 祝福师教导 生命堂的信息 他们也读圣经 但是他可以感觉这个地方 那个地方好像 跟着我们的信息 或者跟着我们的系统 或者讲到圣经里面的那个真意 不是那么的贴切 好像用自己的东西来讲 也有 所以我这里的意思是这样 我这里的意思是这样 为什么我这里要讲这个呢 我们读圣经 我们认识圣经 我们认识圣灵 其实 你自己读经 是读不到的 我老实地说 如果你没有参加 正统的教会 然后有牧养 你不要把信息高举 信息不是一切 你不是要把圣经的字去高举 不是讲 你爱人的生命 把一个人 从非信徒带到信徒 信徒成为一个服事主 爱人的生命 爱人的灵魂 你经过这个过程 你怎么样牧养人 好像比如说 我来到这里的时候 大家每次看到 我跟立文章 大家都会看到 我们马上就去陪谈 找人讲话 对 各位这样的生命哪里来的 我也是学过来的 我也是看 然后确认 我看到 我的前辈者 我的长辈 信心的人 他们在教会里面的人 不是讲大话 他们在教会里面 不是很感动 但是他们做一件事情 他们当然也有读经 祷告流泪 还是有感动 有 但是他们做一件事情 需要的东西需要做 形成的东西也要做 但是他们到处接触 到处悲谈 甚至私底下牧养 牧养 我怎么知道一个人 他是真心还是假心呢 我看他来到教会的时候 有没有关心年轻人 有没有关心另外一个子体 对施工的时候 有没有一个感恩 因为他们在当中里面 然后自己不能做什么 也付出 也帮补一些事情 因为这个是教会里面 这个是圣灵来的 这个是圣经没有教的 那个摩世 那个摩世 小小一直说 他跟我讲一个 他跟我们讲一句话 也叫我非常惊叹的 他这样说 那个地方就是没有一个摩世咯 他们不知道 他们不懂怎样做成 不懂怎样带领教会 所以他们三十六课 谈 圣经能够讲 能够解经 中国人很厉害的 他们的头脑 解经也是头头是道 甚至能够背 讲章这些 但是能够带出生命 能够在那个情况里面 靠圣灵 然后有一个摩世 怎么样爱人的生命 怎样陪谈这些 没有 不知道 如果有很多事情是靠圣灵 当时靠圣灵的 有时候我看到牧师 有一次布道会 刚刚过去的 突然间他说 叫一个人出来 不是叫一个人出来 他就觉得说 当场我还是 叫 是不是这样 叫一个人做见证还是什么 昨天就打 突然间有一个电话打 叫人做见证 突然有这个感动 突然间有这个感动 要做护照 突然间有感动了 这个 各位 我们 我在教会里面长大的时候 我看到这些的时候 这个是给我很大的一个印象 什么叫靠圣灵 什么叫圣灵 Jazz也常常说 哎呀 这个到底你们是这样的 我知道Jazz 他一直在祷告要得 那个圣灵 得圣灵 到底是怎样的 因为这个不是学的 这个是看来的 这是看的 不是学 学术 读书来的 这个是看出来的 为什么耶稣基督一定要来到世上 因为他如果没有道成肉圣的话 神的子民还是对神的律法 神是怎样的 还是不知道 神的公义 神的慈爱 这两个是放在一起 但是怎样活出来 耶稣基督给了一个最好的方案 他来 他经过上十字架 他教导 对不对 那复活 他做的一切是怎样是靠神灵 于这个时代 他怎样做宣教师 但是他也怎样跟人群在一起 他怎样辩论 然后他怎样避免不好的情况 但是有时候他又显现出来 要责备甚至咒诅那些法利撒尔文士人 为什么他这样做呢 我们看 看 看 对不对 这个是用看的 听的 然后尽量效法 效法不是模仿 效法 活出来 为了要得那个圣灵的感动 这样 所以我为什么讲这个呢 什么叫拿撒勒 拿撒勒这个名字呢 是讲到一个被人藐视的一个城市来的 没有人要去的 为什么要去 为什么要有这个地方啊 被人藐视 而且呢 就是可能被占物的人 没有人要去这个地方的 但是 弥撒勒为什么要去啊 这个约瑟玛利亚 这个是他们的家乡 所以可能他们就这样回去 但是 旧约里面 也没有讲拿撒勒 但是旧约有说 这个弥撒勒呢 第一次来的时候 他被很多人藐视 如果耶稣基督他会被藐视的话 我们这些人 作为信徒的人 我们要明白什么叫被藐视 我们不要藐视人 但是有时候我们被藐视是会有的 对不对 有时候会被小看 有时候会觉得自己好像没什么 也甚至我们自己觉得自己没什么 自己控告自己也很多 对不对 我们生出来的那个背景 其实 拿撒勒 但是要知道 耶稣基督的施工也是在拿撒勒 加利利那里 先开始的 在耶路撒勒呢 没有人要接受 所以可能是讲 上帝给我们一句话 是告诉我们 我们信徒拿撒勒的人 对不对 也很奇妙 在初代教会的时候 有些人 就是指着基督徒为 你们这些拿撒勒的人 就是被贬低 骂他们的一些话 所以这个拿撒勒 有这个意思在里头 也要应验 先知所说的 但是应验是找不到 在就业里面找不到 如同有很多 在就业里面找不到 比如说好像 像犹大书 犹大书四节 那里说 以诺 以诺 以诺在就业里面说 就是三百年与生同行 然后就没有了 对不对 但是犹大书四节 那里说 以诺有说一言 什么什么事情 这样 这个是在就业里面没有说过 对不对 所以换一句话说 其实就业也是有一些没有记载到的 但是有的 有的 但是我们不可以说没有 因为这个是圣经的话 圣经怎样说 我们就信 而且呢 也跟着圣经里面 有很多的相关 一样的相似的这个经文 都在里面 有 所以 我们有被藐视吗 所以 这个藐视呢 不要以为是不好的 当作是一个主的荣耀 我们基督徒反而 好像被贬低的时候 反而可以觉得荣耀 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也曾经这样做过 为了什么呢 如果他不在拿撒勒加列里 他不能够适应人 自己下到人的那个人群里面 来服侍他们 来听人的故事 听人的心思 帮助他们 叫他们得救 来理解他们 罪人 都是被光了 太亮了 不敢 对不对 不敢靠近 所以如果我们基督徒 我们基督徒要装备 要认识神的话 要等要怎样传福音 所以装备 但是装备越多 我们的光越大 那怎么办 我们靠近非基督徒的时候 第一个是我们的恶心 第二个是他们也对我们 有一点想要疏远 我们怎样办 所以呢 所以 耶稣给我们留一个地方 我们要进到旷野 我们要去 我们是拿撒勒 我们原来的背景是这样 上帝原来是在埃及地 呼召我们的 爱我们的 原来上帝要救的人 是 困苦流离的人 所以我们不要觉得说 我们现在干净了 我们还是要接触 理解 为的是要把福音传出去 要传福音的这个事情 我们才会真的会明白 什么叫做成圣 不然我们得到另外一种想法 就是成圣就是越来越知识还是信心 然后人家不能够理解 然后好像局外人 所以我常常说圣灵是日常时常 正常时常日常的圣灵 我们跟人接触的时候 人家喜欢我们 这个 OK 我们信息谈到这里